这里是花莲凤林 一个只有一万一千人口的美丽小镇 四年来陆陆续续冒出了好几栋非常特别的建筑 有城堡 有童话屋 也有日本式的禅风建筑 不只外观很抢眼 靠近看样样都有故事 一百年的古董冰箱 五十年的发廊浴缸 两百年的徽氏古宅 全部齐聚一趟 原来他们都是城堡主人 经营古物名义三十年的心血结晶 这四年来弟弟画设计图 姐姐兼工建造 好物加上巧思 终于完工 和大家分享 嗨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看板人物要带您来看一座 只有在童话故事里面 可能才想象得到的城堡 盖一座城堡 有着情戏一家人的使命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生当中 可能都想过到了年长中老的时候 最好跟心爱的人住在一起 或者住得很近 首选可能是伴侣子女 或者是一辈子住得很习惯的老邻居 但是绝少人会想到跟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今天我们看板人物的主人 盖了这座雪云城堡 就是要一员手足亲情 最后住在一起的心愿 三姐弟十二个人的家 因为这座城堡不但没有散 而且还一起成为城堡主人 靠近城堡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城堡的主人 雪云 来 雪云姐 真的是有从童话故事走出来的feel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谢谢谢谢 谢谢让我们来 谢谢谢谢 我终于近距离看到这个 他们来看检视我都叫 这个叫蘑菇屋 你三地设计的 是的 它是构想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以前常去国外嘛 那国外这个是很普遍的造型 它如果像欧洲的话 它是那个草的那种 厚的那种 那美国常常有这种 是 所以它这个是从树屋 然后这样子盖过来对不对 有点像你看这一棵 它的话像它这个 它这个部分是一个阁楼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最大的水管去做的 去改造的 然后外面是我们用那个铁网弄成型之后 再把那个水泥浮上去 然后再调色 这是一个慢慢成熟的计划 还是你们从很早就想好 你们要有一大片地 然后盖自己的这种Dream House 我们是从小就是想以后长大的时候住在一起 有多小 从小就 很小 有记忆以来是这样 你们就有这样讲 对 我们就会 没有想过要分开啦 也不是说讲 就没有想过说要分开 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有这种想法 然后到了开始工作之后 就是开始存钱嘛 开始存钱 然后你要买的地方就是尽量 尽量偏远没有人的地方 第一个它能够大片 第二个就是说它便宜 取地比较容易到手 我觉得没有想过要分开 这是一个想法 可是你带着女儿 然后二弟 三弟都成家了 对 对 所以你们的下一代总共五个孩子 对 要在一起 那就是从小感情要很好 要不计较 对 然后你 你爸爸妈妈现在也住在这边 住在这一片里面 对 可以让观众知道 你父母亲高龄多少 我妈要接近八十 爸爸八十二 可是我们昨天进来的时候 他父亲那时候不在 然后我当他父亲住的地方 一看一排那个农具 对 有在用的农具 对 他说他爸爸每天干活 对 他也不是每天 就是说他想来就来 他在那个市区也住 这边也住 他想来就来 然后就动一动 可是他的那个动作 比年轻人还灵活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毕竟他是务农的 好 我们待会儿慢慢来看 这个雪云姐的雪云城堡 不过在这里我先小结一下 所以发现一家人要住在一起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关秘语 就是没有人坐享启程 每一个设计图 从设计画完到落成 都是雪云 跟他三地原来是学设计的 对 那二地 他是家具 做家具的 所以都相关的 他们把他们所累积的 专场跟经验 到最后放在一起 然后成就了今天这个雪云城堡 我想到上面去看看 好 金黄色城堡 耸立在绿印田间 乡村童话般仙境 仿佛穿越到了古典欧洲 轮滩碾压地上碎石子的声音 提醒我们雪云城堡主人 蔡雪云来了 你看 这儿欢迎来看 这儿欢迎来看 坐落在花东纵谷的城堡 外围是轻航机飞行场 他经常驾着电动车 带民宿客人到这儿体验飞行 他叫他不要去烤长龙了啦 叫他来烤这个就好了 开始吧 偶尔也会和家人一起 享受纵谷平原的高空风貌 看似令人称陷 但现实生活中填满蔡雪云的 是做不完的杂事 和一大串的房间钥匙 那这个是童话屋的嘛 然后这个是哪里 那厨房的 走进城堡内 前两天才剃过的草皮 下过雨后又长长了 蔡雪云得再背起除草机 花上一个小时 把草除瓶 如果我不开民宿 应该就很好 可是你已经开了 你都不能停了 拥有了梦幻城堡 但作为管理者 却不是这么梦幻 一公顷大的庄园 蔡雪云每天得靠电动车 奔走忙碌 草啊 草就一大堆啊 你做怎么弄都弄不完 这边弄了另外一边就长出来 蘑菇屋外 迷宫森林得实时修剪 而要求严格的蔡雪云 更不允许有杂草 破坏景致 像我平常会先 先把这个抓掉对不对 大的抓掉 然后再来抓它的头 所以你每天都做不完啊 你每天的事都做不完 晚上就会给它这个炒 早上没有 早上只给它炒快 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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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童话城堡内一定会有的白马 也出现在蔡雪云的日常 但似乎没有浪漫飘逸氛围 来 平常是把这个清干净之后呢 然后用水刷 把里面全部用水刷过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刷这里 把它刷干净 两匹白马每天早晚都要清理胃养 这头结束还有另一头得继续 亮亮 亮亮亮 以前我还会刷瓜牛给它吃 你看里面都是瓜牛 你看里面都是瓜牛 我不知道什么叫满足或不满足啊 因为我一天就是这样过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好像我是没神经或是干嘛 因为我觉得日子就是这样啊 至少它不是很起起伏伏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我的父母在我的兄弟在 我的亲人都在我身边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一次走过那个田间那个路有没有 小路啊 就泥泥巴路啊 我们三个人啊 然后就唱那个蓝天白云 其实有些东西它是不会消失的 这边就是让你生活比较像我们以前的配置 感情紧密的蔡家三姐弟 为了实践三代同住的愿望 学美术设计的二弟选择在花东纵谷间的凤林镇 用巧手复刻出三十年前在三重老家的原貌 大概只有花蓮你可以完成这个梦想 台北没有办法买那么大的房子 那么大的田园 可能就是它的梦想嘛 它是做国际贸易 全世界到处跑 对啊 视野很宽 所以它把建筑都在一起嘛 家人都可以住在一起 它想送给姐姐 让姐姐自营 自己赚钱 自己养活自己 只是诺大的庄园 好天气要维护原意 下雨天还要趁路面湿滑来刷洗 这全得靠蔡雪云一个人 分身乏术的情况下 一开始实在不习惯 之前刚开始真的不行 都一直去洗澡 可是你也没办法一整天都在洗澡 所以就会像现在啊 有人来了也不去换衣服啊 然后我跟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我辛苦很吵了 现在的蔡雪云 倒也享受这种忙碌的日子 招呼旅客就像有朋自远方来 谈笑的使生活点低 也让客人品味日常美好 然后再随便捡一朵就好了 稍微撑久一点 好了 走了 繁忙中也会找些乐子 以母亲命名的河流民宿 中国风建筑 给了蔡雪云发挥美学的空间 其实我插花都是只有一个一根 因为那个比较不会出彩 你知道吗 一节枯枝 一盏紫红花 信手拧来的艺术 如同他的生活哲学 随性简单却又扎扎实实 一天工作结束 睡眠很少的蔡雪云 每晚专属自己的时光 是沉浸在一本本的书里 或许一天24个小时不够用吧 他阅读像在读书画重点 翻开一页又一页 就像他在日常中 总能在一堆的杂事里头 找到乐趣和一丝丝的成就 沉醉在挖名缠叫之间 这个我比较喜欢 因为它可以告诉我 最基本的它的结构 十字的部分还是怎么弄 很好玩啊 这个 都是早上现产 因为它就在旁边啊 你又不用跑很远 餐盘上的蔬菜鸡蛋 自产自销 果酱面包也是买好材料现做 蔡雪云认为生和 亦是如此 主客都在同张桌子聊天 享用早餐气氛感染力 就好像大伙原本就是一家人 蔡雪云的爸爸妈妈 弟弟总共十二口子 把雪云城堡的生活 和美感结合在诠释 用家人与家人紧紧结晶的一颗心 自然带出城堡里 满满揭保地气的生活态度 让亲近这儿的人带回去的 是一份对脚踏实地的重新认知 这真的是要低头弯腰 对 因为它满低的 满低的 满低的 哇 一看 这屋顶原来是这样子一片一片 对 它是那个木片 这个是 2014还是2015 我差不多2014盖的 屋顶最久 因为它要一片一片贴 所以它大概至少要三个多月 四个月 可是它最底层它就是先做防漏的 铺防漏的 然后再来铁架 然后再木隔板 木隔板之后 就开始弄这个 一片一片贴上去 贴完了之后呢 再做那个保护漆 所以它时间很耗时 它比较耗时 三四个月 对 你很妙耶 你原来就知道有这么 这么高的Maintenance的成本 对 可是你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你还是把它盖成你想要的样子 因为你住在这边的时候 它湿度是不会变 不管是不是这种房子 你的东西你就是一定要除湿 你的衣服才会干燥 一定要 其实跟屋子也没关系 因为它就是天气 你只要住在花冬 你就是要除湿 你就是不能停 就是不能停 那也是没办法啦 有好 有利弊啦 但是它住的地方就是宽敞 就是台北没有的 像我们台北 你就在路旁边 它就是很吵 人就是很多 可是来这边就跟我们小的时候一样 一眼望去都是田 你小的时候是家 对 我们以前住三重嘛 亨苑还有家都是田 所以我们来这边的时候 就跟以前回到家的感觉差不多 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差不多 我们好处是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买这个地 就是它便宜的时候嘛 然后就是时间对我们来讲等于是金钱嘛 第二个就是树 那个树差不多在八年前开始慢慢种 所以它有些看起来特别高大是这样 它以前便宜啊 一棵一千块几千块啊 现在你要去买不行啊 算万的 有的甚至好几万 那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呃 不要讲十一年前 五六年前啦 好 这个房子都还没有 你们的城堡啊 这五树没有一树树盖起来之前 你们刚来说这一片是什么样子 它这里哦 这附近的地它都是那个什么 河床地 河床地 所以它这个都是方会的 没有人种东西的 连树都是你们自己种的 我们现在看到洛宇松啊 还有不同的这个树种 全部都是你们自己 一棵棵棵起来的 所以我今天对打造家园这四个字 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全新落实的了解 就是时间 就是时间 我觉得是自己的家 就有感觉就是每一个细节 你都愿意花心思时间去 把它做得很home 就是如果纯粹是为了商业啊 或是开民宿 或许会啦 可是就是你每一个小地方 我觉得都很有家的味道 像这实在太妙了 哈 你就是另外为了这个小阁楼 订的迷迷版的家具 没有 这以前就买的 然后就是 因为我弟他那个住家那边 他以前是盖给他女儿 他是国小 所以他那间里面东西都是小size的 都是儿童的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小的 可是这个就本来就有的 我们很多东西说是本来就有 然后要盖的时候来用 而不是说盖了之后才去找东西来贴 不是 我们是先有东西才有盖房子 你房子要怎么盖 再画土 是这样弄的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有一些老东西 我们如果稍微修补 然后伴随着我们 东西随着年岁 东西也长大有不同的面貌 我们也是 这样用起来是不同的感觉 对 旧东西它的色泽 跟新的东西不大一样 它 它有它的漂亮的地方 而且它不代表它脏 旧的东西它是旧 但是不代表脏 而且它可以使用 像木头跟石头 你用更久都可以 越用越漂亮 所以它没有什么说久了之后需要丢弃 没有 听到这个童话的梦幻小屋 里面还是很梦幻 玄雲姐 这一个看起来都是 好像浑然天成的 事实上它原来就是一个阁楼是不是 对它原来本身就是一个阁楼 但是我们要拆之前就是先拍照 然后再做 在美国 对 然后再做记号 因为你回来才兜得起来 OK 所以它是编号好了后 一块一块一块这样运回来 然后你们是原乌原样的把它搭起来 对 把它兜起来 怎么会想到说是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 我们刚刚讲过都是古物 Vintage 你从几岁的时候 你开始喜欢这些旧的 就是有一点点历史的东西 我差不多也是三十多年前 开始自助旅行 然后去的地方都是有像教堂 建筑之类 所以它东西也大概都是这一类 所以你看久了就是习惯了 就是好像尝尝看尝尝看 你不会觉得它很特别 所以你看到小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买 这样领买领买 买久了就一堆 所以你的名义店 实际上是从你这样的旅游 跟生活经历来的 对 那时候名义店的话比较小的 买的像这种 这个在名义店里面已经算是 对不对 就是 其实我不卖西洋的 我是卖台湾的 之前是在台湾这样买的 那这个是后来买来自己用的 因为西式的东西比较合乎我们用 因为它 譬如说它椅子 它是合乎人体工学 那像中国的椅子不行 它后面是 除了那个什么 拳椅 还有狩猎椅 它后面有弧度嘛 但是其他椅子后面都是直的 因为中国人不能靠后面坐 是没教养 所以坐在前面 所以后面直的无所谓 但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 靠着那个后面坐 所以坐起来很不舒服 所以西式的坐起来比较舒服 差别在这里 所以那些东西 我都是买来自己用 像这个你买回来 这个古物其实是还可以用的 它是可以用 它是在这个里面不染就对 是在这边 它这边 可以从这边 哇 好重 这个我们把煤炭放进去 木炭什么的放进去 把它烧一烧 然后这个好用在哪里 你知道吗 像我平常在看书的时候 平底锅放着 它可以煮水 有时候可以煮泡面 有时候我会煎那个什么 香肠 在这边 如果看书的时候 所以你选云彩宝最妙的是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东西 我们感觉是 放了很久很久的 其实你都把它拿来用 都还可以用 对不对 让它继续有生命力 在这边 因为我买东西来的时候 我是要用的时候 我是以用的观点 我本来要用才买的 而不是拿来放着 所以我东西都是尽量把它弄到可以用 尽量可以用 这五栋陆陆陆续续建的时间从2014 他在102的时候 差不多8月左右 他拿到执照 那时候发现说没有邻居 所以就放着 就放着 他放着差不多 差不多104的时候 差不多104的时候 104到8月的时候 城堡才盖好 所以城堡大概是103年底盖的 对 所以他们到了105的时候 差不多2月的时候就 坡上网 但是他那时候没有订房系统 所以前半年 几乎都是朋友来住的 所以真正营业 大概就后面这五六个月 渐渐才开始在营业 当你开始营业前 你一定把这五栋都稍微 扣掉你们家人自己住了 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在哪里 它最难就是收尾 收尾 收尾的部分 它是一些杂事蛮多的 譬如说 像后面这两个 后面这个工具室这边 所以这原来是工具室 对 它是工具室 然后就是 你要盯着它 把这些我们原来已经 放在仓库不用的木片 去怎么盯 然后它不够 你看上面跟下面 木片是不够 所以上面的材质 其实不是 近看不是木头 就另外再找旧的再来补 它这个收尾 但是其它收尾 比较麻烦的是水跟垫 那个比较麻烦 因为那个你没办法自己做 尤其像那个城堡 它那圆柱那里 它收尾的时候后来发现 在使用 我们不是前半年 都是朋友来住什么来住 就是来找毛病的 他有帮我们找毛病 因为不是专业 他有帮我们找一些 你哪里有缺失 他们来住的时候 忽然有一天发现 它会漏水 它的那个水垫箱里面 它会漏水 那时候找不出原因 后来就敲掉那个墙壁 那个墙壁是敲掉 敲掉之后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再重新再做上去 所以在最后面收 我也是这些部分在收 收很久 几乎收了可能超过半年 雪芸姐你经过这些事情后 你发现自己是个很有耐性的人吗 因为像我们在台北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 我们都第一件要做什么 第二件做什么 然后一个计划 对不对 几点几点我要去哪里 刚来的时候 譬如说我去银行去邮局 我刚去的时候我就傻眼 譬如说去邮局 他只有四个人 你要等一个小时 你要为什么 因为邮局办事这个跟来办事这个人 顺便聊聊 聊天 他们在聊天 相亲嘛 可是你一下来你就 你下面的就延宕下去了 所以你本来说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要完成的东西 你就变成可能四五个小时 刚开始你没办法适应 因为我想说我要急着干嘛 我是时间都算好好的 你刚开始 可是你久了之后 因为大家都这样 慢活 大家都这样慢活 那你怎么办 后来你要调试自己 后来你学会用你的生活去 适应这个时间感的韵律 而不是要当你生活时间里面 你不要做一个主宰的神 说不定这样子是另外一种轻松 你可以要求自己做什么 你不能要求别人 所以你只能自己去适应 自己去适应 可是他们的生活 其实比我们在台北是更好 因为他们真的是过得比较 心灵上比较舒适 我们夏天来拍 其实还没有到七八月那么热 是绿葱葱的一片 到冬天这边看到的是什么 就掉光光的 然后变着变色嘛 肉与葱都会掉 就变得很萧条 很萧条 你们最近的邻居大概多远 我蛮远的 就是快到那个台11线 那个路口 就快到罩峰那里 那是最近的 因为它这边是田 所以是没住家的 那先下来的就是只有我跟我妈 那我女儿她在学校 她不在这里 所以盖好的时候忽然想到说 只有我们两个没有邻居 这样听起来有点恐怖 可是你也很妙 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人生是 一边走一边转弯 然后但是呢要转弯的时候 你就坐 然后一边坐一边学 对啊 就你不执着啦 你不会说 我这个本来是要自己住的 那就是想 就是会烦恼啊 想半天 如果我又开了一部分民宿 我又没有学过什么 饭店管理啊 民宿管理我要请人 你没有过这么大的烦恼 在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对 所以就是你变成 走到哪里又做什么事 就是你该做 做你的事 走到哪里就做什么事 就走下去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你已经遇到了 它已经变化了 它跟你想的不一样啊 所以你要跟着变 你要跟着变 然后就变成大家来跟我们生活 好那雪云姐你先 先吧 进去 好那我们看一下厨房吧 好 我们看一下厨房 好 我们看一下厨房 谢谢 哇有AC好 在雪云姐这么辽阔的家里 有这么多名义品啊古物 都Vintage 如果叫我选一个镇佳之宝 就是这个 观众朋友猜到没有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冰箱 它大概是20年代 然后 100年 对80到100 80到100 但是这个冰箱 其实年纪稍微大一点 你在哪里 哪里 美国 这是美国 可是在日鸡时代 台湾你看过吗 大概是这么大的 以前有 我以前看过这么大 那日本人放冰块 对 有这种造型的 也是木板的 那它这个 只有冷藏 它只有冷藏 它只有冷藏 所以四个都是一样吗 都是一样 那你怎么让它 那你怎么用旧如新 就是你加了哪一些零件 让它现在还可以服役 就是找那个 专门修理冰箱的 麻烦它去找零件 然后把它兜起来 把它兜起来 是压缩机 然后我们把它压缩机 拉到外面去 因为它声音非常大 所以它在外面 很长 所以它这个 目前可以使用 但是它只有冷藏的部分 然后看起来不是 还是有点 老旧的痕迹 但是尽量是 可是你打开 就跟一般冰箱一样 还是有冷气的感觉 对啦 还是有一点 我来喝一下 看你可能不行 好 这个 喝喝看 像它这个就是 开灌器 好 开灌器 开灌器 它每个都差不多 都是一格一格这样 有冰欸 有冰 有冰 对 哇 它至少它还可以用了 还可以用 你去找 还是你自己看过之后 你很喜欢 这个东西是刚好遇到的 有些东西你去找 你也不知道它在哪里 很多东西都是你遇到的时候 觉得你想要 你遇到刚好你可能觉得 我可以用 就买 不是特别找 譬如说我常 以前就是自助旅行啊 跳蚤市场 那我们就看到小东西 这个我喜欢 就买买买买 收久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它就一堆跟三一样 然后等你要用的时候 平常我们就是会把它擦干净 等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会注重它的功能 但是买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它的功能 因为它能用跟不能用 价钱都是有差嘛 所以我们在当时就知道 这个东西 它到底能不能用 欸 这边还有个什么 Drink Coca Cola 开灌器 这个是后来加 后来加上去的 这个是开灌器 后来加上去的 谢谢 观众朋友我很好奇 你们家的厨房是什么味道呢 应该很少有人是飘着炭香吧 这个就是我现在闻到的这个味道 雪芸姐她几岁了 超过六十 超过六十 但是就跟冰箱一样 它还可以服役 对 天天在用 对 这个一定要示范一下 怎么用法 所以我们外面有接烟囱 所以你不会有烟的问题 我们这个是要先往上拉 然后再往后拉 那它里面呢 它就有木炭 那我们一般我就先把木炭烧一烧 烧了之后把它剥开 然后我面团做好了 放在烤盘上面 把烤盘放进去 所以是它等于烤箱跟炉苔的两个公斤就对了 它是这样用的 它一般是这样用 然后像它这个 它这个 我们如果在用的时候 最好这边它加个木框 因为它是烫的 你在用的时候它其实是蛮烫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是冬天在用 它冬天的时候它可以除湿 可以除湿 只要开了这个以后 对 而且可以煮茶给客人喝 所以我们这个你看 这个都是烧木炭的 现在烧木炭很方便 我们用那个喷枪啊 我再弄就很轻松了 我自己用喷枪就很轻松 然后我们冬天如果下雨天 下雨天那多天 对 然后像这个它就是姜母茶 里面有熔盐啦 有枸杞啦 这些 它冬天非常好用 像客人来的时候 就给它一杯迎冰茶 就这样 我听你这样子讲起来 我觉得这里的春夏秋冬 你都蛮喜欢的 有不同都过日子的方式就对 对 热有热的方式 冷了有冷的方式 而且最好越冷越好 越冷的时候比较舒适 不要做那么多事 谢谢 比较舒适 比较舒适 比较好 但是老的东西它的好处 它其实都能用 它也不代表脏 它用越久它有它的光泽 它的另外光泽 但是你如果不爱惜它 自爬当成收藏品 它的功能也就会渐渐的衰退 就比较可惜了 比较可惜 跟人一样 比较可惜 所以我的东西都是 因为要用才买的 而不是摆的 我东西都不是摆的 是 一个礼拜吃一吃苹果 所以今天是特别 特别提到 他们两个自己会 在桶子里面找苹果 它会赶快抢着吃光 你猜这边的火已经够多了 你怎么还会想到羊毛 因为我本来就在台北就有人了 因为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就有青马 不可以站在马的后面 再配上这两匹马 真的像童话故事了 他们一个礼拜吃一吃苹果 一个礼拜吃一吃苹果 所以今天是特别 特别提早 他们两个自己会 在桶子里面找苹果 它会赶快抢着吃光 好好好 你这两匹马养多久 这个养 这个养 五年 五年 五六年 你在这边的火已经够多了 你怎么还会想到羊马 因为我本来就在台北就有了 因为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就有青马了 是 以前在台北就有了 可是你养马 然后我看还有一大批鹅 然后照顾这么大的地方 你不会觉得说事情少一点 然后在这边就比较 养老就比较好 它就是你的宠物 然后你就这样喂 不会啦 其实不会 是 就是你没办法穿得很干净就对了 就没办法穿得很干净 然后其实它跟你互动是很好的 但是我比较不喜欢养动物是 你要面对它的生理识别 我看你早上好早 我们报道里面 因为你最早你会三四点起来了 因为是夏天 你冬天的话是六点 早上六点 然后下午六点 可是冬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它是天亮的比较早 差不多四点 还不到四点半就天亮嘛 那我就赶快天亮就赶快喂 喂了之后我开始割草 除草 拜托 不过那时候就也是凌晨 对 就赶快出草 差不多出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嘛 除完之后就洗澡 洗完澡就赶快去做早餐嘛 就去做早餐是这样 因为它有个流程 再来就是中午了嘛 那中午等送走客人之后呢 就开始拔草 早上是除草 用那个除草机 那下午的时候就开始拔草 但是冬天比较不会麻烦 因为冬天它草长得慢 你从台北搬来这边 你多久了才习惯DIY做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你把时间都安排好 然后你每天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家以前是种田的 是种田的 所以这个出活对我来讲 就是说重新再做而已 你小时候帮那个种田 帮这些活呆 都是你几岁的时候 我从很小就开始了 因为我爸是农夫啊 我们家是种田的 所以两个弟弟也是 写定一起 我们家重男轻女 难得不用夏田 是哦 难得不用夏田 所以小时候 那我可以想到你有做多少了 我如果问你 你一定会觉得说 不会啊 我一定习惯 就是这么多DIY的事情 你觉得比较 比较辛苦的是什么 或是什么部分 辛苦哦 其实是不会辛苦啊 就是对我来讲最困扰就是 流汗很臭 每次哦 你就流汗就觉得很狼狈 就会觉得很狼狈 如果万一是有人要来的时候 哇就很麻烦 就要急着赶快去洗澡 然后就再整装一下这样 其实其实如果你一整天都是流汗做事的时候 不用去见人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 那如果是有客人的时候 哇你就显得很狼狈 所以雪芸姐你在这边其实一整天你都是在一个劳动的状态 大概是 你睡的也很少 可能是现在人家讲什么睡眠障碍是不是 可是我我几乎天生是这样 我十几岁就这样 我一天睡不会超过三个小时 那就够了我看一下精神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那时候差不多是国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我去看医生 那医生他要开那个安眠药给我 可是我都没吃 可是我一直是这个状态 所以你找到了一个跟你最契合的生活方式 你睡三小时 然后一天还有二十一个小时 可以做这么多做不完的事情 对还好 其实有很多人帮忙 我觉得是还好 就是说有时候我想要休息也是可以的 因为蛮多人帮我做 蛮多人帮我做 但是我能力 我自己有办法做就自己做 因为我本来就是种田的 所以不会觉得说很辛苦 不会 所以城堡的主人 不会 不是简单的 谢谢 不会 他也年纪不小了 他年纪不小了 他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买那个微鼓力给他吃 因为他们狗 他们死亡之前 他们大部分都是骨头有毛病 什么关节炎什么炎 他刚看到我们还跑得很快跑过来 可是他现在已经慢多了 他以前很快 所以他们其实蛮可怜的 因为狗大部分都是 最后都是很痛 他们都是很痛 他不错 他从小就养 然后就不错 很乖 你看他已经很老 你一摸他这个毛 你看他就掉了 你看一摸他毛就掉了 然后就掉了 所以现在就是能陪他多久 就陪他多久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你们收回来的名义跟那个谷物的物件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哇 这个门 这两个 对不对 其实是有两个 对 他以前是拉门 他以前是拉门 所以你看拉门的这个 手把在这里把它拆掉了 手把拆掉 然后这个后来自己装的 我看一下他的高度 168 这样子的话 至少250公分 应该有 应该有 所以是那个美国的老房子盖的 比较高 盖的天花板高 比较高 你很妙 所以你是有这样的门 所以你这一个城堡这边 也留着这么高的一个空间就对了 就是找到差不多的东西之后呢 再来画图 所以他这里的东西就是先 门窗是先有的 他先有之后 我们再来画图 然后把它放到 他该有的位置 譬如说窗子要对称 这边窗子什么要对称之类的 算一算大概有几个窗 然后玄关 这个放到玄关里面怎么样 是先有东西再来画图 所以是先邀请细节的天使来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 让每一个地方的细节 它都可以有一个 最后组合起来的和谐 因为你才有办法去操控它 不然你如果东西做好了 到时候你没有这个的话 尺寸不一样 你什么都不行啊 所以你先有这个东西 再来画图的时候 你比较好操作 这个壁炉 不讲 不知道它是组合的 组合是一个很 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帮我们分解一下 它究竟是哪几个部分组合起来的 它下面这个石头是中国的 那原来的作用是在哪里 这么大的一个基石 应该是一个砍的东西 一个前面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 然后这上面这个木头是一组的 然后这个跟它不是同一组的 这个也是兜起来的 然后我们只做了一件事 做了这个大理石 切割大理石 所以它们三次从不同的地方 对把它都成一个 流浪到台湾 那这个冬天的时候 可以烧吗 它可以烧 它里面已经完全有修复了 像这个地方有没有 它掉了已经有请人把它修复好 然后后面烟囱也接了 这个是可以用 而且使用过的 欸 你这个听不小欸 所以冬天 说真的你烧这个 然后不用再开空调暖气 是OK的 冬天它好处是除湿啦 除湿 它可以除湿 比较干燥 好 这个是你弟弟 对 把它发想组合起来 对 因为都是他用头脑的 因为这个是他的本行吧 他的主修吧 因为他是学的是这个 从小你跟我聊过 说你们感情就很好 主要原因是你母亲 你妈妈是不是 对 因为我妈 她是传统的人 她就是会告诉我们说 他们台语是 自己母亲 要跟什么人亲 打好抓起来 亲耳的 他们是那种年代的人 所以他从小就是这样告诉你 所以我们就是 从小就是这样被洗脑 所以你到久了之后就是这样 你跟两个弟弟 在人生里面 中间比较分开的时间 你覺得是哪一個階段 是不是就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大概就是接近30的時候 然後到50 大家都要忙各自的家庭 那個時候很多兄弟姊妹 這個手足 因為沒有辦法拒 沒有辦法常常交換 對於人生的經驗跟感想 後來就變不同的家庭 就稍微比較疏離了 對你來說 我們其實都沒有分開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 像我跟老姚是住在一起 那老大他之前在彰化南投的時候 每個月我都有去 跟我媽都有去 所以我們從來都 那你算是聚的很多對不對 不是三節才碰面 對 還有很多家庭是 真的要過年的時候 或是爸媽生日的時候 才湊一起吃頓飯 所以我們是 從小到大 除非他們兩個男的當兵之外 應該算沒分開過 浴室 哎呦 先關一下門 這裡怎麼溫度這麼高 對 你放熱水了是不是 對 要放熱水 這個浴缸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用舊如新 對 小件的一件件越來越大 從冰箱壁爐到 剛剛我們在樓下看到的 那 但是真正用這個浴缸 我覺得一般人願用舊的很少 因為你知道你每天 如果說你要泡澡或什麼的 感覺像舊的就 會髒 對不對 或是不經用 對 像我們這個有打磨過 你這是哪裡來的 這個浴缸 這個也是美國來的 然後我們上面有打磨 因為它本來來的顏色就很髒 真的是很髒 它是舊的 但是它因為它很厚 它這個髮廊很厚 髮廊直的 對 所以你磨一點點看不出來 所以它會這樣看起來就比較乾淨 因為我聽人家講過 這種舊的髮廊浴缸 它的保溫比現在一般的浴缸還要 對 因為它厚度比較厚 而且它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它的斜度 跟現在的斜度不一樣 所以它做的 你坐在這裡面 你不會一直溜下去 新的它會溜下去 它可以比較 溫度比較不容易散 尤其是冬天 尤其是冬天 它就不大容易散 看一下水溫多少 來 給我們攝影看一下 它現在才一下去沒多久 就四十幾了 就四十幾了 通常這樣放一缸熱水 它保溫的時間有多久 一兩小時 保持一個熱溫就對了 因為你冬天不會老 它是溫度一樣是會降 它是會降 但是它會 至少一個小時是可以的 浴室是一個非常 跟梳妝一容打扮有關的地方 讓我想要一個好奇 我聽說你頭髮從來都是自己剪 對 我國中開始就自己剪 就兩個鏡子 前面對後面嘛 就兩個鏡子這樣 你是因為沒耐心給人家剪 因為你什麼都DIY 然後 頭髮從國中到現在都是DIY 對 第一個不用等 第二個不用給人家摸頭 我沒辦法聽DIY人生 一開始會很佩服 可是要自己去做很難 因為覺得有太多細節 花個錢請人家來不就好了嗎 你自己的心得是什麼 過了一輩子 你請人家來 你還要約時間 這個就是要約時間 就麻煩 我自己什麼時候我會自己剪 差別在這裡啊 差別在這裡 所以你是發動機型的想到就做 對 就是不大用腦筋的 我們很多人全部都在自己 自己的一切細節都處理得很好 但是生活用度裡面可能就沒有 已經沒有多餘的心思放在那些細節上 我比較不注意小節 然後就是遇到什麼就再轉彎 再轉彎 一般人他是先有計畫什麼的 我是走到這裡 這樣好像不行就往左邊這樣 像念國中之後 然後到國三 對啊 要考高中 那時候才會想說要去念哪裡 那時候還聯考耶 你到國三才想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我後來是念私立高中 可是要考大學的時候也是時間到了 然後要去考試 第一天去考了 那我跟我同學說 我明天不想來 因為是考兩天 我說明天我不想來了 那我同學就跟我講說 不要啦 你陪我啦 結果我第二天 我說好啦 我第二天有去喔 我考了 結果我有上了 我同學少一分 我同學沒有上了 好 所以你隨意而安的人生 對你來說 目前都是感恩就對了 對不對 因為走到現在結果 因為都還蠻不錯 就是反正你就是這樣走 因為我就是不是用腦筋的人 所以一路走來說 從小就是這樣走來 所以它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反正少一根記 譬如說在台北的時間 緊湊一個接一個嘛 就是比較準確的時間 那你這邊要做個事的時候 你時間要量長一點 就是不能像台北那樣 因為你別人不可能改變嘛 那你來這個地方 你就要入鄉水俗 觀眾朋友我先報告 不是我不禮貌喔 是我們前面有攝影機要拍 所以我才坐在後座 雪芸姐這是油鹽車嗎 對 平常都是在心會在心 就是我們觀眾朋友看了這一集 我相信會有很多嚇往 因為現在一般人一生喔 從開始就學吧 就停不下來 就完全慢不下來啦 所以看到五十幾歲退休 其實很多人心裡都有這個夢 然後覺得鄉間生活 哇好悠閒啊很放鬆 可是你願意給海內外觀眾朋友 什麼建議 如果真的要過像你這樣子的 生活走到這一段 要哪些心理準備 就是不需要霓虹燈 不需要7分 然後適應很多的不方便 然後時間都要拉長一點 拉長一點怎麼說 因為它不會像我們 譬如說在台北的時間 緊湊一個接一個吧 就是比較準確的時間 那你這邊要做個事的時候 你時間要量長一點 就是不能像台北那樣 因為你別人不可能改變嘛 你來這個地方你就要入鄉水俗 真的是入鄉水俗 你要必須要這個樣子 不然你怎麼生活咧 而且這邊有個好處就是真的是慢活 他們什麼都比較慢 都比較慢 所以要把自己說得小一點啦 不要什麼事情都想按照自己的 時間速度效率來完成 不然就是用人自饒喔 對 就是這種日子 它有這個比較要考慮的 然後它的便利性你要考慮 你如果你可以把它當作你住在國外 譬如說你在美國 我一個禮拜去哪裡 就開著車去買東西 或是幹嘛幹嘛這樣 你就這樣想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它不便利啊 不會像我們在台北啊 樓下下來就是全家嘛對不對 而且還要有跟自己相處的能力啦 因為在這個地方 跟自己相處的時間很長 雪姨姐今天 其實我們一開始來這邊 最吸引我們的是 兄弟手足跟八十多歲的爸爸媽媽 一大家子中老的時候 生活在一起退休喔 我們看你這個大家庭 從你出生到現在 你說沒有分開過 可是以你 你有女兒 但是這一生你沒有組織你自己的家庭 對於這一塊拼圖 你有沒有遺憾過 或你的想法是什麼 不會啊 為什麼要那麼貪心 像我在親情這一塊 父母兄弟 我的女兒也不錯 我們感情不錯 親情是滿分的 我的友情也是滿分的啊 所以不要那麼貪心嘛 其實很多人他全部都有擁有 家庭親情什麼他都擁有 可是他是不是滿分的 他可能只有都一半啦 所以你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你可能分數會比較高 因為你其他的兩個是滿分 他們可能其他都只有一半 他也不一定比你高 所以不用貪心 因為很多東西感情事情 人事物都是可遇不可求 是 也不是你想 當然每個人都是他想要 嫁有錢人高富帥 哪有可能 每個人的其實很多願望都差不多 可是不一定你有辦法 去得到那些東西嘛 我今天從玄雲卷這邊學到 最多就是人生要 多放棄控制 然後真正的進入人生裡面 你就會體會到 人生跟生活究竟是什麼面貌 不會只有自己 不是喔 要少跟進 少跟進 好這我要學習 謝謝謝謝 謝謝玄雲姐 謝謝謝謝 謝謝 我們兩個要動來動去 因為這邊小黑文不少 非常謝謝玄雲姐 也謝謝你 帶我們看你們的家 謝謝你們的家 一個很特別的家 我們最後有一個小小的 你說你沒有照片對不對 你不照自己的照片 然後最妙說 你們也沒有照什麼 家族大合照啊 團員照什麼的 因為他們的日子 不是秀給外人看的 是自己過的 好那 放一個畫下吧 謝謝謝謝 祝福你 謝謝你 這誰弄的 這我們有一個同仁的姊姊 是茶花家 她畫的 謝謝謝謝 真的很有你的聲音 不過這 可能冬天才會把 扣子扣到第一顆 夏天來這邊 至少要被皺紋 至少要被皺紋 溫度跟熱度滿高的 至少要被皺紋 謝謝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好美的家 謝謝 謝謝 謝謝